第九百六十七集 进步其实已经超乎他的想象了 方平还不知足 这家伙心真大 方平见他没说话 笑呵呵道 我们才是这个时代的主角 老张这些人 老了 老了就该退休了 就该一样天年了 之前一战 也让他出够风头了 你想一直看戏吗 不想 那就要更强 接下来变强的机会很多 紫盖山 王斩之地 也许都是我们变强的机会 小胖子说了 他到了八平 战王给他找到了机缘 有机会 我们也要插一手 方平笑道 我想进入九段 你也要尽快退点金身 达到高段境 这样 才具备正面作战的实力 而今绝颠不出 真亡不出 其实现在 是我们的机会 王斩之地的事结束之后 我想 地窟的真亡 大概也要彻底折服了 等待最后的大战到来 而这个时间差 是我们崛起的最后机会 如今 通道已经开启了107条了 就在前些日子 第107条通道开启了 此刻 只剩下最后一条通道未开启 就在华国境内 等最后一条通道开启 也许会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近千年时间 所有通道 总算是彻底开启了 方平知道 大战快来了 李寒松脸色正着 点头道 明白 放心吧 我们会尽快进步的 不会给你拖后退 对了 秦凤卿那小子有点秘密 这家伙最近在筹备 好像准备远行 我怀疑这家伙找到什么机缘了 准备去夺取机缘 哎 个人有个人的机缘 不用太在意 方平笑道 他上次资金满满地跟我说 迟早追上我 应该是有什么发现 不过就算有机缘 也无外乎那些宝物之类的 对他有用 对我们未必有用 秦凤卿现在还是七品中断 距离高段差一点 对他有用的 方平真未必看得上眼 说话间 方平已经走到了战法师门口 一到门口 方平忽然笑道 啊 宋老师 不守能源士 改守战法师了 门口 宋莹急瞥了他一眼 有些无难 无语道 哎 你们这些宗师强者不干这事 战法师 现在又有特殊的东西在内 我们不守 你来守啊 他也进入了精确和医境 不过精神力距离具现还差点 短期内 恐怕还要停留在这个阶段 如今在魔武不入宗师 都算不上强者了 方平失笑 也不多说 迅速道 部长他们怎么把 绝学放这儿了 宋莹急笑呵呵道 哼 你真以为留给你的 也算是留给有缘人吧 有些人和部长他们的道路类似 学了他们的绝学才算是物有所值 放在这儿 那是让大家都来试试的 真要契合度高 其实也可以学 学完了 你就没了 绝颠绝学 学了一次 直接破碎 这点方平知道 他倒是没想到 二位绝颠居然是这意思 亏自己觉得老张好人 特意给自己留了绝学 感情是给大家准备的 老张说好了给我的 我拿走了 你们都多大年纪了 自己创造去 我们小辈 这才要走前任的路 方平干脆直接 瞬间把绝学据为己有 宋莹急哭笑不得道 没说不给你啊 抢什么抢 大家来势了 契合度不高 未必要自己的绝学好用 不过你拿了绝学 可别糟蹋了 老宋 这可不是对待校长的语气 要尊重校长 宋莹急无语 不再理他 尊重个屁 你小子也就现在实力强了 弱的话 三天给你一顿揍 方平和宋莹急开了一阵玩笑 很快进了战法室 战法室最上层 两本水晶书悬浮在空中 一本书渐气冲销 一本书气息温和 不用猜 方平也知道哪本是老张的 他对老张的绝学也相当好奇 从未听过老张的绝学名字 倒是知道李震的破空见诀 李老头学了这个 战力强大 契合度极高 李震当初的意思就是这个 他要是战死了 让李老头来走他的道 不过后来李老头走了万道合一 倒是没这机会了 水晶书上 无字不过那是肉眼看不见 方平精神力波动了一下 很快两本水晶书上都有字迹呈现 破空见诀 李震的绝学 方平看了一眼便不再去管 老张的 方平瞬间傻眼 张涛教育录 什么鬼啊 方平一脸懵 这 这是绝学的名字 方平蒙 李寒松也是憋得脸都红了 坑吃坑吃憋着笑道 和你这个 万事方平诀 倒是有点一举同工之妙啊 得了吧 我没他直接啊 直接张涛教育录了 这要是谁学了他的绝学 一招打出去 大吼一声 张涛教育录 这谁受得了啊 看看李老头他们 一招打出去 那都是破空破空的吼着 难道以后自己学了老张的绝学 也要如此羞耻 喊着张涛录 没脸喊啊 吼绝学的名字 那是为了增加气势 大战一起 舞者全力以赴 有时候憋得慌 不吼一声不舒服 可这绝学 方平保证 哪怕自己学了 也绝不会这么喊 看了一会儿 方平微微醋眉道 好像都不是太适合我 老张的还好点 感觉不算太排斥我 可李司令的 契机隔离我 恐怕我学了也白学 李震的绝学 杀气冲天 灵力无比 这样的绝学 好像不太符合方平 而且用剑 方平几乎都没拿过剑 主要还是借鉴 李寒松马上道 绝学 就是能量的排列方式 让你看看绝颠强者 如何排列他们的能量 不过绝颠绝学 能量的排列方式 和他们的本源道 是相辅相成的 所以说 绝学也是本源道的一种显化 两位部长够看重你的 那当然 方平笑呵呵道 我准备等我决天了 和他们拜靶子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李寒松翻起了白眼 别以为我那天不在 就不知道 你那时候明明要认老张 当干爹的 现在要拜靶子了 改名 是不是要给他们 当干爹了 方平继续笑道 嘿 干嘛 有意见 你想想 绝颠可以活几千年不死 我们二十岁和一百岁 有差别吗 都算同代人 对不对 同代人 那拜靶子就没问题了 方平咧嘴笑了起来 将两本绝学收入了怀中 这两本绝学 自己要好好揣摩 不过这个不急 自己这边还有别的事 苍茅那边要尽快解决了 解决了苍茅的事 自己再慢慢研究也不迟 顺便去地窟 把这一次的收获结算一下 财富点现在消耗殆尽 想修炼都没太多的财富点了 另外 之前苍茅斩杀了松王 可他的戒指 自己居然打不开 松王都死了 可好像还封存了储物戒 这让方平很无奈 之前老张他们走得快 方平怀疑 需要决颠境界强者 才能击破松王残留的精神力封条 找苍茅试试 至于苍茅 大概率看不上眼 看得上眼 上次都不会看着方平捡走了 一位真王的储物戒 好东西肯定不少 可现在还不算什么的 要是能弄几颗唯一裹出来 那就好了 方平这次真的没考虑自己的事 现在不少酒品还在昏迷中 不灭物质都没用 郑涛孔烈员 王敬海 南云平 包括田木 也是重伤垂死 田木还稍微好点 其他死人 这次都被带走了 哪怕救不好他们 把田木弄好了也行啊 松王作为天之王庭的决颠 有酒品妖职的唯一果不奇怪 天之王庭的真王 松王这些人并非妖职成精 而是地窟人类 可他们风号和姓氏 几乎都以植物为名 这可不是巧合 而且他们这些人 几乎都有半生的妖职追随 从入小时期 一直到他们真王境 比如风王域 境内就有一颗强大的风树妖职 酒品颠风镜 比风九成都强 植物妖职活得长 有的几乎是代代相传 传闻风王域的这颗风树 追随过风王的父亲甚至祖父 之后才追随的风王 所以风王有封过这样的宝物 就是这颗妖职结出来的 松王方平猜测 应该也有一颗追随的松鼠妖职才对 妖职南城真王 往往几千年都会停留在九品境 这么长时间 未必不会耗费时间和实力 去结出类似于 蔷薇花当初的那枚神果 那可是让九品强者 精寻力寂灭之后 又活一次的宝物 当初蔷薇城主的状态 和今日的王庆海几人类似 既然可以让蔷薇城主活下来 那就可以让他们恢复 以前 方平还不是太懂这些宝物的珍贵 现在才算真的明白 让九品妖职结出唯一国有多难 以实力下滑为代价 甚至蕴含了一些属于自己的本源道 精气神好空 消耗大量的资源包括生命力 就为了结出一枚唯一果 一生一次一次一枚 这样的果实 不是哪个妖职都会做的 或者说几乎不可见 蔷薇花 这一刻的方平有些失神 一株动了情的妖职难以置信 孙王不知道有没有这些玩意儿 有的话就好办多了 这些真王也知道唯一果的真鬼 未必不会逼迫九品妖职去做 自愿的也许没有 可以生命威胁 那就难说了 走吧 还是老王老瑶 一起去看看大猫 方平没再想这些 喊了铁头一声 笑道 老瑶这家伙 这次也许还能混点机缘 苍猫和公娟子混了这么多年 老瑶可是南派的强者复生 依我看 他这次也许真能捞点好处 李寒松一脸期待道 你觉得 哪处介遇之地是北派的冬天 我觉得玄德冬天和虚灵冬天 恐怕未必是北派的 虚灵冬天也许是 感觉到了和老瑶敌事 可上次没能进去 还有 方平 你觉得我们几个 是冬天之主吗 方平瞥了他一眼 笑呵呵道 冬天之主 你是中北大将军啊 他刚说到这儿 李寒松闷闷道 争北大将军 以前吧 没啥 可现在你都说我是北派强者了 我自己争我自己啊 这一次 他不能装聋作哑了 这个称号不行 他北派强者 如何争北 这不对啊 方平帮着解释道 你觉得不好 你就当一个名号 要不就正北大将军 这样如何 哎 这个不错啊 李寒松满意点头 哎 这个可以有 正北正北 不错 两人现在那是压根不提 天地是假的事 反正就这么糊弄着 差不多就行了 几人的交情纽带 当初就是通过这个来的 老兄弟重逢 现在揭穿了事实 多不好 显得咱们几个都啥 还是不提也罢 甭管方平啥身份 现在就是天地 真天地来了都不行 方平瞥了一眼李寒松 无奈叹息 算了 你自娱自乐吧 你就是说 你是正北大帝 哼 我也没啥意见 没在理会铁头 方平拿出绝学走出 去找人要猫粮了 得去会会这只猫了 顺便看看有没有机会 摸摸猫脑袋 长这么大 没摸过这么大的猫 魔都地窟 希望城已经彻底消失 苍猫搬来的高山 此刻也被强者推平 原本的希望城 此刻是一片荒芜 不过此地这时候 还是驻扎了大批舞者 以防止一些地窟舞者 逃窜到人类世界 当方平几人进入的时候 驻扎舞者顿时兴奋吼道 小长好 连信都给上了 方平看了一眼 驻扎舞者来自魔舞 好像有点眼熟 不记得是大三还是大四的学生了 你们辛苦了 方平一脸笑容 慰问了几句 省略得好 有前途 我记下你了 想他方平 现在的确算是大人物了 搁在上辈子 他现在的身份 应该比一些封疆大力 还要高半截 不容易啊 三年时间 自己居然走到了这一步 上天果然还是开眼的 方平得意地笑 一旁 王金阳几人都是满脸无语 用得着这么开心吗 都具备九品战力的人了 泰山崩于前 而不色变 一点定力都没 不过很快 几人也都笑容满面起来 王校长 姚校长 李院长好 李寒松笑得呲牙咧嘴 很快忽然传音道 不行 我要当副校长 总觉得比你们低一件 其他人都是校长 他就是院长了 老姚现在都担任第一军校的副校长了 南云平这次重伤 如果无法痊愈 老姚担任校长都有可能 当然 目前两校正在谈合并的事 第一军校可能会进入魔物 筑扎魔都地窟 方平懒得理他 你当副校长 那不是跟我平级了 那怎么行 李寒松还在郁闷 一旁 混进来的秦凤卿 那是脸都绿了 我是个大头兵 啥植物都没 宗师级强者 混到他这地步 真的太凄惨了 了不起喊一声秦宗师 方平也不管他们 又询问了一阵地窟的事 很快便道 去荆棘海那边 那只猫应该在荆棘海区域 对人类和地窟强者而言 禁忌海都是禁地 可对苍猫而言 方平觉得 那只猫没少在禁忌海游泳 以前恐怕 也没少去钓鱼 不守兵 请不吝点赞